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没有选择奔驰GRC呢 因为奔驰在网上有一种说法 因为我也看到一些消息 它是因为召回有几项 有个是北京在高速公路出了问题 召回来成都也出现了这个问题 所以最后我们老婆说还是选宝马 宝马听朋友还有车展的介绍 就操控比较好 所以我也开了一年多 这个操控确实可以 这款车你开了一年多了 比如说比较满意的地方讲述一下呢 主要是在高速上它提速很快 操控方面给我感觉很舒适 油耗在白宫里应该是在九个油到十个油 中功率版的车型 再加上自身的重量也在接近两吨 两吨或者多一点 这样一个重量 所以它可能就是你操控再猛一点 这个油耗也 我估计九到十个油还是比较正常了 像28i这款车有没有不足的地方 有 有有一点点不足的地方 加速你要肯定加油嘛 踩油门 踩的时候它是反应稍微慢一点 开的时候有点往后面有点爽 那就是有点突兀的感觉 是吧 就是因为它是那个8i的变速箱 按理说是不存在这样的一个问题的 是吧 有时候就是感觉就是有点突兀 突然一下你踩下油门 加速的情况之下 加了油 过来反应 然后突然一下又串了出来 对对对 就是这个毛病 其他都还好 空间怎么样 坐五个人的话 包括驾驶员嘛 后排坐坐中间那个腿称 腿有点称不直 比如想后面躺一下的话 它有点称腿 就这个毛病 像BB这样的车型 我想它的保养会不会太贵呀 我估计在五年以后 因为我的车是 直保其实在 这五年当中是免费保养 就小保养嘛 他们所说的我也不懂 反正就加机油 现在已经保养两次了 又一年多 保养两次 因为我开着猛出去 不到一年就是一万多公里 这还没到两年 已经两万多公里了 那么到设计去了解过 像这款车如果是脱保之后 它那个价格会不会 我估计应该听朋友说 可能要一千多块钱 对爱车评价怎么样 我这个车颜色不错 动力也充足 偶尔有推背感 试试大不了 有一点点偏贵 这里是车主口碑类调查节目 车主有话说 通过我们今天 对车主朋友们的 现场的随机采访 了解到他们的 真实用车感受 他们的这样一个使用情况 也是对我们 想购买此类车型朋友的 一个参考 所以在这里 也希望更多的 我们的车主朋友们 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 好了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 再见